西方文明的衰落 令到出現了很多併法症 很多的情況之下 他們差不多已經是不能自理 由於他們的新陳代謝 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就是用簡單來說 因為糖尿病 糖分降 血糖過高 他們的腎肝功能都受到損害 於是可能是血管閉塞 於是真的叫做中風 中風的時候 最大的一個徵狀 出現了在武漢 當時出現這個COVID 疫情 當時美國就是不以為義 首先我覺得中國一來不可能將武漢一千萬人口的城市 去封城 這是瘋狂 第二件事 美國也不需要害怕 他們的醫療技術和各方面的設施比中國更好 結果完全不一樣 美國死了一百萬人 也是英國 德國的地方 十幾二十萬 他們只有幾千萬人口 中國死了一百萬多 他們很想將這件事抹去 因為這是診斷他們西方文明需要下去的一個很重要的徵狀 就是說你看看醫生 你看檢測了 在新冠裡面看檢測了 你們回到最高的成本去做醫療 技術海法 但是錢就去了醫療集團 所有人是看不到病 美國是很高的保險金 英國是不夠能力承載它 所以叫人回家吃雪糕 可恥可憐 自卑 都因為他們那個體制已經是有問題 可能中間有黨爭互相找這些議題去扯皮 西方文明衰落的現象 所以說東升西國呢 不只是說中國在拍攝 可能東方代表是印度的 印度是否好過他 優秀過他 Anyway 別說了 所謂叫東升西國 最主要是西方的文明 真的已經是不能夠自理 中了風了 但問題是他們的嘴巴可以說話 他們不是坦得了 中風是嚴重的 但是不應該他們說話 他們的話語權還在這裡 於是做了一部電影 你有機會看看 叫做《武漢封城》 是一個公益的紀錄片 又找到一些selebrity 這位就是黃丹先生 學運的分子 現在變成了很受歡迎的美國 很受歡迎的一位 演繹中國問題的一位專家 找到很多武漢的所謂受害者 提出了很多的問題 總之就是荷里克適的拍攝 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呢 為什麼有關我什麼事情呢 為什麼我要說呢 就告訴你 這些人中了風 還要死成爆 都不妨繼續為自己的健康去掩飾 那他做這個所謂武漢封城是全球去播放的 為什麼呢 可能不應該讓我們中國人 中國人我們當作小片看 就看的話 就可能向全世界繼續宣揚說 走我這套民主自由 西方的制度才可以保你平安 所以說這件事呢 就是整個武漢封城這件事出來 他們大力炒作 接著加上這個白智運動 他們差不多有些義和團的思想 義和團就懂得 叫做 符筆 就是有練咒語 以前的刀槍不入 他們也是念一些民主自由的咒語 就是他們自己義和我義和 就是刀槍不入 死了一百萬人 我就說 不說你不行 我說你多荒唐 就不是來自說你死的人多 我不會說這些說話 Toxlowick 這個叫做特效藥新冠肺炎 新冠肺炎的特效藥 他問現在就說有超過10億美元的疫苗 用來治療新冠病抗物藥 在保鮮期裏面全部都已經過了期 不知道團職得緊要 還是大家覺得這個藥很難再用 譬如說已經沒有這個疫情 我不考慮了 大家記得嗎 當疫情初期的時候 發達國家是瘋狂壟斷搶購 一些初初出來的疫苗 是不會理會任何發展中國家 弱勢社群的需要 你不去做一部紀錄片 去講這些 就是講中國一個聖異國 打贏了一場這麼艱難的戰爭 這場是生物戰爭 你就可以跟我說武漢這個問題 在這個作文中 你有這樣的膽 有這樣的面皮 出來 反映你整個西方 真是很嚴重 還在沉迷這個地方 對於我們的教訓是什麼呢 你看看 原來這些藥品 現在他們多到要扔幾十億 我不知道之前搶購了 大量搶購囤積了 從一些很要命的 比如一些發展中國家 那些低收入國家 那些沒有被疫苗的時候 他們都肯定搶 搶了 寧願不用擺放過期 這些有什麼事情呢 我相信是有的 這也不是人民主制度可以分配得到 不會有神效 所以這次呢 第一件事我不滿意 有這個所謂叫做武漢的紀錄片 周圍丟人的眼 第二 反映得到 其實在新冠裡面 最大的問題 其實還是叫做 貧富懸殊 比如說 他們永遠西方 要將自己的利益 放於其他人的身上 好事又不會做的 基本上就是叫做 這些事情就是 怎麼說呢 之後就是抹黑 做你不過抹黑 甚至我記得那段時間 有些原料 都好像是禁制出口 那向中國是求助這個呼吸機 買這個抹黑的材料 轉過頭你就是 芯片 芯片就在那裏制裁 做很多不理於人的事情 那 那回來講 其實我們為什麼不拍攝 美國的疫情呢 紀錄片呢 需要做這件事 是不是 不是說 你拍這些 我真的和你倒閉相對 而是你也要給全球看到 我們為什麼是疫性過 那其實呢 其實呢 就在2024年的新年何時呢 習主也有提到 就是他一個很長篇的 一個的說話裡面 都有提到 那其中提到這個 很多的成果 包括這個抗疫 其實就是他 在一年 2023年 我們走得好 我們走得很堅實就是 這個疫情的防控平均 那也是 經濟也是向上 那當然他不可以說太多的 就是太多的ポイント 要做下去 那但是其實 作為疫性過的話 是不是都應該 拍一條片呢 比如找回 美國那些 當年的受害者 就是 因為他的醫療制度 怎麼高 為什麼拍這些電影 向全世界講 全世界有知情權 那這個所謂的 登口國家 原來是這樣 走得那麼爛 對嗎 那當然先說回這個話題 大家好像要留意到 說了很多話 外交的勝利 就是2023年 不過幾個成就 還有講幾個成功 不過 大家可能留了一點 都有提到 就是說 中國現在是進行著 從他的何時裡面 透露到2024年的一個大的任務工程 就應該是做文明探索工程 所以這段 就說這一年 我們走得很有底氣 因為實際上 我們經濟真的挺得到 抗議也成功 那現在反映了中國一個偉大的角度 這個角度 為什麼這麼成功 因為我們成接著偉大的文明 什麼叫做文明 我等一下再跟你說一下 那在這個廣闊的土地裡面 就是 講了一輪 我們的熊成莊之主 看到梁柱 梁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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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柚 Listen 桑 梁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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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和藝術不同 文化上我們是准文明 在文明的情況下 我們已經確立了國家的制度這個模式 這個初刑 第二是有城市 可以很大 可以有容納很多的人口在裡面 他們中間也因為當時也不是在原子社會裡面 是平均分配的 現在開始走到一個隱級性 階級統治 比如有不同的經濟手段 令到貧富懸殊 也是一個國家形成的過程 也有野金的技術 有科技的進展 所以說以往來說 用西方的話語權 就說李史記、司馬遷說 中國文明是由這個 或者中國開國的皇帝時期說 被人撿著 他說你胡亂益測 這就是人話 中國沒有五千年歷史 怎麼數都沒有 數的只是數到最多承認是欣虛發多少甲骨問 那叫商朝 商朝大家公元前1600年 你最多有三千年歷史 三千年 多數是歷史 四千年都不到 夏朝我不承認 用西方華語權壓住我們 中國文明是最淺淺是你們 最自大是你們 你找不到的證據出來說 或者文化 五千年為什麼上 中華文化 或者中國歷史上下五千年 不是上五千年加下五千年 其實是上下就是一個 上就是起點 下就是結束 就是說我們看中國的歷史 在中間裡我們經過了五千年 所以上下五千年即是已經有五千年文化 也更加不會承認有夏朝 漁朝這些傳媒化往低 應該大概是五千三百年前 完全不承認的 但是問題是我們一向的史觀 我們中國觀 歷史觀 其實就是對於五千年這件事 我們是有一份的執著的 但是問題是突然間你在 如果 就是說史記那個司馬遷那個人 可能只是他講神話 他不是講一個事實的 那就很大件事了 那你其實呢 一直以來就是很令到我們的文化自信 是受到那些影響 那是受到影響 譬如說你在 好了 夏朝在東北的講 更加皇帝的開源 更加缺乏理據 不過就是隨著新中國 我們的炮股工程一直在做 但是這個就是 鄭平去年也說了 一個很重要的就是文化索圓工程 他經常是去不同的 去移走幾個的位置裡面 去參觀 去做好這個文物保護 還有這個效果工作 這個是一個文化 文明 索圓的一個重要 就是文明的意思是說 我們五千年前已經是一個國家 我們這個國家直到這個五千年之後 從未中斷過 那你說 埃及不是中斷過 當然了 原本的埃及已經不存在了 他的文化 埃及可能的文化數到八千年前 但是中間是被阿拉伯征服到 所以沒有了他原本的古文化 印度也是 印度現在他們的種族 或者他們的文明 是和他原始五千年或者六千年前 那個文明是不同的 被阿拉伯征服了 所以他不用說了 不知道他去哪裡 所以說就是整件事 這個文化自信了一個重要的環節 所以以前曾經有一些精神洗荒 精神有問題的 就說中國必有五千年 說這些是中國解放之後 就是新蘇國成立之後 有一幫 那些假大空的歷史學家 在胡亂吹噓中國有五千年歷史 這個是一個問題 所以在皇帝開讀不單止是 我們相信是史記司馬遷的記載 在這個文國之前 就是在清末 因為由於受到西方文明的衝擊 真的完全是 就是 不同 就是 崗位打擊的人 崗位打擊 就是完全是不遲那一回事的時候 但是我們還有一幫人 是堅信我們有文化五千年 這個底蘊 所以我們對自己是有自信的 但是突然出來說 你哪有五千年 兩千多年 三千年 影響了一個 所以我們所謂的 甚至我們說 我們是互亂差異 如果皇帝那個 不是史實 皇帝不是中國的開國 不是中國民國的開始的話 這個神話的話 完全是槍我們開玩笑 這個文化戰爭在哪裏 哪有五千年 三千年 亂說 有曾經的批評 說我們的自信過大 包括基信 你翻了一本書看看 On China 就說到這一點 就說 嘿 你真是有些爻爻烏 你皇帝都不單止 無根無據 甚至中國覺得自己是遠遠的 是沒有氣點的 即是說 太古之初 恐龍那時代 你已經有文明 差不多有一點 嘲諷 影響了文明的工程 甚至國雲之所致 這個東西 就是搞不定 那說這個有什麼 這個說話 說什麼呢 身寧可詞 我們能夠有這個 的意見 說我們要做文明的 建設工程的話 就表示說 其實我們的角力 就已經是有相當大的穩定性 現在我們可以 除了講經濟 講這個外交 科技之外 我們都 又有語力 也都有心 有力 可以做回我們認真真的 文明這個探索 關於皇帝的遺旨 就在二十多年前 就已經 開發到 那個叫做 河諾古國 也挺大的 現在證明了 當時應該是五千三百年前 不是皇帝建議都說得好 這叫做皇帝時代 證明了中國 真的在五千年之前 或者五千三百年前 已經有文明 現在有文明 最重要的是 從未中斷過 這個就是我們的自信 美國 現在是叫做領導世界 但是它叫做崛起 因為它用二百年時間 崛起 它沒有跟 它也是一個新的國家 中國為什麼叫做中華民族復興 因為我們五千年 從未監禁過的國家 傳統 我們是統一 這些東西 你打下去就說 為什麼中國一定要統一 為什麼一定中華民族復興 是需要最後一塊板 最快最後一個puzzle 就是台灣問題 因為我們從未中斷過 我們一定是統一 所以為什麼習明哥說 這個是歷史必然 為什麼賀朝要出現這件事 就是重點 大家好 巴士的步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都有片看 有網友說想訂閱石樓台看獨家內容 但是不太知道網上訂閱怎麼做 我們特別安排了客戶服務熱線 如果有關於訂閱或者使用問題 歡迎你聯絡我們 你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 自電3610-3800 3610-3800 或者是發電郵給我們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十分鐘看中國》 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說的 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另外石樓台獨家發佈的 陸宇人金融Hi-T財經節目 已經推出了文字版 除了看視頻之外 你還可以在石樓台 看陸宇人的文字版 石樓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網站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希望你們都支持巴士的布 訂閱石樓台 多謝大家